欢迎来到称宏谈房产 本期的话题呢 来谈谈作为卖家 哪些钱呢是该花 是花在刀口上的 那这个房子呢就是 从接到电话准备卖房 到上市呢就是一周的时间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接到电话了以后呢 我都喜欢亲自去房子看一下 哪些是必须要准备的 那这个房子接到手了以后呢 我们做了三个准备 第一个呢做了简单的这个修理 因为房子的意思呢 就是房主的意思呢 最好呢就是这样SS 就是尽快的上市 因为市场在变化嘛 但我看到呢就是房子的这个 smoke detector 业务报警器这个是要修的 早晚都要修的 inspection appraisal也不好通过的 所以当时就做了修理 然后呢这个地毯嘛 要清洗一下 cleaning是最也能提些效果的 之后整理了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before after这个照片 写开头说话 这个是之后整理过的这个照片 这个是原始的这个照片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厨房 和那个AC这边 然后这些屋主还认为觉得满意的这个照片 直接好的这个照片 那我拿到这个照片了以后 我也想那个把photo这个钱能省下来 尽快上市 但是发现这样子的这个照片上市 效果并不一定好能够突出房子的这个照片 所以的话就找了摄影师 然后呢把这个房子的话 就是已经成功上市了 那么就是来总结一下 我们就是说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那就是说像有一些必要的这个修理 等着卖家来就是降低价格呢 还是说卖家自己这个修理 这些钱是你的 还是可以就是在上市之前就做好 对吧 然后呢这个清洁 carpet cleaning 地台floor 对吧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能够请摄影师的话 效果还是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我们就是真心的希望呢 物主呢就是说 能够把钱花在刀口上物有所值 谢谢您的观看